当然了我们在给大家说讲山西的时候 不要只讲山西这两个字 不要只提到他的山提到他的眉提到他的醋 要讲这里一百八十万年前人类的行走 要讲一百万年前人类的圣火 让我们知道这片土地上文明的痕迹远远流长 要让大家讲这里出走的少年 他先一怒马指十万大军 深入墨北远顿匈奴 要给大家讲这里走出的美人 他远嫁皇宫 然后呢母仪天下 辅佐一代明君 我们要写山西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不仅要写春秋五霸 要写禁文宫 要写人辱负重 也要写寒时清明 还要写三家分禁 自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 我们要写那些王侯将相未遂的心愿 我们要写黎民百姓生活中的苦楚 我们要写山西就要写大唐的龙兴之地 也要写那个不可一世的少年 灰马从这里直指长安 我们要写这里佛教圣地五台山 我们要写这里远远文长的历史文化 我们要写那些经历风雨 一直留存至今的古建筑 我们当然还要写在那些悬崖峭壁上 依旗而建的那些古代的寺院 所以每次提到山西内心总是久久无法平静 因为对这片土地实在爱得深沉 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这两天也感受到了一山西朋友独特的热情 就是无比的真诚 大家看到很多跟山西相关的下面视频里 有的朋友就是出于对这片家乡土地的爱好 出于这地里非常浓烈的感情 大家就说请大家来山西 请去体验哪里的美食 请提前怎么样怎么样 甚至连很多消费陷阱都帮你规避好了 然后告诉大家说这里不仅有霉 不仅有醋 我从很多视频评论区里一生又一生的重复 和一次又一次的描述里头 感受到在这片土地上 三千多万儿女们对这里炙热的爱 当然我们这次来山西呢 也非常开心我们导演组 包括我们公司也有非常多的员工 有的甚至跟我一起共事多年 他们也都来自于这片土地 我来自陕西 大家听过情境之好 所以今天终于来到山西 我内心是无比的骄傲 也是无比的激动的 那今天下午呢 除了这个刚才提到的山西的文化 其实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很多山西的农产品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在这里 多给大家销售一些山西的产品 这样才能实际的帮助到山西的经济建设 但是大家也千万不要着急 你们想听的歌呢 昨晚排练了 我看一会儿嗓子状态啊 能唱的话就唱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知道每一次在专场的时候 我们都会给大家推荐书籍 提到山西的这个历史 文化比人那个太多了 大家知道从姚舜宇对吧 到后面的荀子 然后当年知道 从林粉走出的卫星和霍区病 两位少年走入长安 然后帮助大汉帝国扩张疆土 然后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了 唐代的五位诗人 那些边塞诗人 他们所留下的 传唱千年的名片 也都是来自于这片土地的词人 这片土地上还有柳宗园 还有祖基在这里的白居椅 所以那些书呢 到了晚上都会给大家一一去推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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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